回答後進行逐條討論 完全本案選查 本案選查完全提起院會公決 院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本案時 由黃召集委員國書補充說明 宣讀外畢 請召集委員 黃委員國書補充說明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教育文化委員會針對本案補充說明 本次高級中等教育法為變案審查 主要是完善高中校長臨聘規定 落實高中校園民主以及課綱法治化 三部分來進行修正 首先在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修正案的部分 本案由黃國書委員提案修正 目的為完善本法中有關 士資培育大學辦理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校長臨選之相關事宜 並與國民教育法治規定同步 本案經委員會討論後修正通過 關於高中校園民主與學生權益的修正 提案部分分別由黃國書委員 與正立軍委員提案修正本法第25條 52條至55條以及第67條 首先在25條的部分 為保障高中職學生出席校園會議之權利 並完善過去修法時 未能明確定義學生代表於校園會議中身份的問題 本案修正經教育文化委員會討論後 由黃國書委員提案版本修正通過 其實在52至55條部分 為了保障學生參與與自身學習生活 講成相關會議之權益 完善學生參數制度深化校園民主與落實學生自治 本段條文修正將學生與學校之權益明確定定 同時在部分條字也沿用大學法保障學生自治與 參與與校務之精神做相關文字修正 另外為配合前數條文字修正十字日期 本法67條修正時間 事情時間也做出修正 至於大家所關切的在課綱法制化的部分 在本法第43條之修正 分別有民進黨黨團與陳廷飛委員提案 首先43條條文的部分 本條次的修正主要是為了強化課綱審議之公正性 嚴謹性以及公開透明 因此由民進黨黨團提案建立成立專業客觀之課程審議會 並明文規定課程審議會審議大會之組成及運作 以促進我國課程發展與教育優質化 其次在本條次關於課綱之提案的部分 除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外 也將提案權釋放給其他與教育相關領域之機構 學校法人及團體 提供由下而上的課綱定定的空間 此外本條次也與條文中確立課綱之研究發展審議 及其實施應秉持尊重 族群多元性別平等公開透明超越黨派之原則 本條次經教育文化委員會討論後 除第一項維持現行條文不予修正外 其與照民黨黨團修正通過 四三條之一的部分 為強化課綱審議之公正性延整性 以及公開透明 並使課程審議會符合專業客觀的原則 本條次一直在處理課審會組成相關細節 在課程審議會的組成與成員審查上 除政府機關代表身份者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之四分之一外 在非政府代表部分則是采取類似公事模式 也就是公事董事產生的這樣子的方式 秉持兼顧專業透明與公開參與之原則 由行政院提名教育專業之專家學者 教師組織成員 校長組織成員 家長組織成員 其他教育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成員 以及學生代表 共同組成並經由立法院推舉十一名至十五名 社會共證人士組成之課審會委員審查過半數同意後 再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 本條次經教育文化委員會討論後 照民進黨黨團提案修正通過 最後在四十三條之二的部分 本條次新增之目的 旨在規範課程會審議大會之執掌出席與決議數額 包括課綱總綱各領域科目群課課程綱要 學校課程修訂原則 以及其他依法應由課程會決議事項之審議 本條次經教育文化委員會討論後 由照民進黨黨團提案修正通過 以上為本次高級中等教育法修正之相關條文的說明 本案經教育文化委員會討論修正後 通過以上補充說明報告 謝謝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 不需再交由黨團協商 請問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本案靜一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請宣讀高級中等教育法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至校長藝人 專任重理校務 經各該主管機關學科者 等於本校或他校兼課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由各該主管機關領選合格人員聘任之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由各該校組織領選委員會 就各該校或其附屬學校 或其他學校校長或教師中領選合格人員 宋寢校長聘兼任之 並替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或委由各該主管機關領選合格人員聘任之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由學校裁專法人董事會領選合格人員 並替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後聘任之 高級中等學校校校長應採認其職 公立學校校長應順四年 參與領選之縣職校長應接受辦學績校考評 經領選會考評 結果績校優良者 得在同一學校連任一次或優先領選 為初缺學校校長 第一任任期未屆滿 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 不得參加他校校長領選 私立學校校長任期及連任職規定 由學校裁專法人董事會定之 限職國民中小學校長 符合高級中等學校校校長資格者 其於國民中小學校長第一任任期未屆滿 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 不得參加高級中等學校校校長之領選 各該主管機關或學校裁專法人董事會 為辦理第二項領選事宜 應召開領選會 其領選會之組成與領選方式 程序基準校長辦學級校考評 並任其其他相關順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校長 領選事宜 領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 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定之 宣讀完畢 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先讀第二十五條 高級中等學校社校務會議審議下例事項 一 校務發展或校園規劃等重大事項 二 依法令或本於職權所訂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 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議議決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 全體專任教師或教師代表 職員代表 家長會代表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組成之 其成員之人數比例 傳生及一決方式 由各校定職並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 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經校務會議代表五分之以上 請求召開領時校務會議時 校長一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宣讀完畢 第二十五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四十三條 第四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 高級中的學校課程綱要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 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學校規劃課程並得結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前向高級中的學校課程綱要制訂定 除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外 其他教育相關領域之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 亦得提出課程綱要草案 並案委由課程審議委員會審議 其提案方式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審議及其實施 應秉持尊重族群多元性別平等公開透明超越黨派之原則 宣讀完畢 第43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增定第43條之一 第43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課程綱要 應設課程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課程會 課程會分為審議大會及分組審議會 審議大會至委員41至49人 由政府機關代表與非政府代表組成 其中據政府機關代表身份者 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之四分之一 審議大會據政府機關代表身份之委員 由教育部就中央與地方機關人員提名後 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並一級職務任免改聘 非政府代表之審議大會委員 以下列程序呈申之 一 由行政院由就國內具教育專業制 專家學者教師組織成員 校長組織成員家長組織成員 其他教育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成員 及學生代表提名委員候選人 提交課程會委員審查會 已過半數同意後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二 前款委員會委員審查會 由立法院推取十一名至十五名 社會公正人士組成之 課程會委員任期四年 任滿德連任 但因性別不得地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政府機關代表及非政府代表中 均因包含具原住民身份者 但第一次聘任至非政府代表委員 其中二分之一之任期為二年 中央及地方各級民意機關代表 不得擔任課程會委員審查會之委員 宣讀完畢 第四十三條之一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 增訂第四十三條之二 第四十三條之二 課程會審議大會長理下列事項 以課程綱要總綱各領域科目 群科課程綱要之審議 二 學校課程修訂原則之審議 三 其他依法應由課程會決議事項 課程會審議大會之決議 應由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以出席委員顧班書之同意信之 課程會審議大會分組審議會之組成 其運作辦法 由中央主管警官定職 宣讀完畢 第四十三條之二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五十一條 第五十一條 維持現行條文 宣讀完畢 第五十一條 維持現行條文 請宣讀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二條 高級中等學校社 學生獎成委員會 評議學生獎成事件 前校委員會之組成 應包括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 其組成評議範圍 期限評議方式 評議結果之 執行其他相關學校之辦法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職 宣讀完畢 第五十二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五十三條 第五十三條 高級中等學校 應輔導學生成立 由全校學生選舉 產生之學生會 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並提供其必要協助 以增進學生在校 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學生為前校學生會 當然會員 宣讀完畢 第五十三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五十四條 第五十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 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評議學生與學生自治組織 不符學校影響 其權益之懲處 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事件 以保障學生權益 前向委員會之組成 應包括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 其申訴範圍 期限委員會組成 評議方式 評議結果之執行 及其他相關學校之辦法 由各該主管機關定職 學校受理第五十二條 及前二項之懲署或 申訴實踐時 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 給予受懲署人或懲署人 充分懲署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學校應以書面或其他 提案第五十四條之一 不予增定 請宣讀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五條 高級中的學校為維護學生權益 對學生學業 生活輔導講成 有關歸上研定或影響 其畢業條件之會議 應由經選舉產生之 學生代表出席 其人數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宣讀完畢 第五十五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請宣讀第六十七條 第六十七條 本法除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一條條文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一日施行外 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七日 修正之第二十五條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四條 及第五十五條 自一百零五年十月一日施行外 自公布日施行 宣讀完畢 第六十七條 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全案經過二讀 現有民進黨黨團 提議繼續進行三讀 請問院會有無意義 沒有意義 請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第十四條 高級中等學校至校長一人 專任重理校務 經各該主管機關許可者 等於本校或他校監客 公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由各該主管機關 領選合格人員聘任職 深資培育之大學 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由各該校組織領選委員會 就各該校或其附屬學校 或其他學校校長或教室中 領選合格人員 送請校長聘兼任職 並報各該主管機關被查 或委由各該主管機關 領選合格人員聘任職 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 由學校財團法人 董事會領選合格人員 並報各該主管機關 合選後聘任職 高級中等學校校校長 應採任職制 公立學校校校長一任四年 參與領選之限職校長 應接受半學績校考評 經領選會考評結果績校優良者 得在同一學校連任一次 或優先領選為初學學校校長 第一任任期未届滿 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 不得參加他校校長領選 私立學校校長任期及連任職規定 由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定制 限職國民中小學校長 符合高級中等學校校校長資格者 其餘國民中小學校長 第一任任期未届滿 或連任任期未達二分之一者 不得參加高級中等學校校校長之領選 各該主管機關或學校財團法人董事會 為辦理第二項領選事宜 應教開領選會 其領選會之組成於領選方式 程序基準校長辦學績校考評 並任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制 师資培育之大學辦理 附屬高級中等學校校校長領選 是以領選委會之組織及運作方式 由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定制 第二十五條 高級中等學校社校務會議 選議下列事項 一 校務發展或校務員規劃等重大事項 二 依法令或本運職學所定定之各種重要章則 三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四 其他依法令應經校務會議一決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各單位主管 全體專家教師或教師代表 職員代表 家長會代表 及經選舉轉身之學生代表組成之 其成員之人數比例 成身及一決方式 由各校定制並報各該局管機關備查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之 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經校務會議代表五分之以上 請求召開領時校務會議時 校長應於15日內召開之 第四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訂定高級中南學校課程綱要 及其實施之有關規定 作為學校規劃及實施課程之依據 學校規劃課程並集合社會資源充實教學活動 請向高級中南學校課程綱要之訂定 除由中央主管機關常設課程研究發展機構外 其他教育相關領域之機構學校法人及團體 亦得提出課程綱要早案 並按委由課程審議委員會審議 其提案方式處理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訂制 課程綱要之研究發展審議及其實施 應秉持尊重族群多元性別平等公開透明超越黨派之原則 第四十三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為審議課程綱要 應設課程審議會 以下簡春課審會 課審會分為審議大會及分組審議會 審議大會制委員四十一至四十九人 由政府機關代表與非政府代表組成 其中據政府機關代表身份者 不得超過委員總人數之四分之一 審議大會去政府機關代表身份制委員 由教育部就中央與地方機關人員提名後 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職 並以其職務任免改聘 非政府代表之審議大會委員 依下列程序產生之 一由行政院就國內具教育專業職專家學者 教師組織成員 校長組織成員 家長組織成員 其他教育相關之非政府組織成員 及學生代表 提名委員候選人 提交課程會委員審查會 以過半數統一後 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 二 前款課程會委員審查會 由立法院推舉十一名至十五名 社會公正人士組成之 課程會委員任期四年 任滿連任 單一性別不得定於委員總人數三分之一 政府機關代表及非政府代表中 均因包含具原住民充分者 但第一次聘任之非政府代表委員 其中二分之一 居任期為二年 中央及地方各級民意機關代表 不得擔任課程會委員審查會之委員 第四十三條之二 課程會審議大會長理下列事項 一 課程綱要總綱各領域 科目 群科 課程綱要之審議 二 學校課程兄弟原則之審議 三 其他依法應由課程會決議事項 課程會審議大會之決議 應由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課程會審議大會 分組審議會組成及運作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二條 高級中南學校社學生獎成委員會 評議學生獎成事件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 應包括經濟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 其組成評議範圍期限 評議方式評議結果之執行 及其他相關事項值辦法 由各該局管機關定之 第五十三條 高級中南學校應輔導學生成立 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 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並提供其必要協助 以曾經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 第五十四條 高級中南學校應設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評議學生與學生自治組織 不符學校影響及決議之懲處 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事件 以保障學生權益 前項委員會之組成 應包括經濟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或學生會代表 其申訴範圍期限委員會組成 評議方式評議結果之執行 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各該局管機關定之 學校受禮第五十二條集結 二項之成熟或申訴事件時 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原則 給予受成熟人或申訴人充分成熟意見及打遍之機會 學校應以書面或其他適當方式 告知受成熟人或申訴人各該評議決定及不符該決定之相關救濟程序 第五十五條 高級中南學校為維護學生權益 對學生學業生活輔導掌聲有關規築研底或影響其畢業條件之會議 應由經濟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 其人數由各校校務會議定制 第六十七條 本法除第三十五條是第四十一條條文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九月一日施行外 自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本法修正條文 除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五月十七日修正之 第五十五條 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四條及第五十五條 自一百零五年十月一日施行外 自公募日施行 宣讀完畢 單獨條文已宣讀完畢 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 沒有 決議高級中等教育法 增定第四十三條之一 及第四十三條之二條文 並將第十四條 第二十五條 第四十三條 第五十二條 至第五十五條及第六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 本案於完成立法後由委員登記發言 每位委員發言時間兩分鐘 我們先請柯智恩委員 主席還有在場的立委先進大家早安 今天通過的由民進黨所提出的高級中等教育法 將整個的課程審議更加的法治化 本席在過去在教委會的時候 就完全支持將現行的辦法變成法治化 但是對於這樣的修法呢 我還是要提出幾點的擔憂 未來呢整個的修法之後呢 民間團體將佔四分之三 而且呢立法院將可以成立 課審的同意權 而且呢我們將這個行政院的院長 將具有所謂的提名 及聘審的這樣一個權力 也就是說 把過去全國最高的教育行政主管的權責 目前由行政院來取代 而這樣一個方法呢讓很多人就非常的擔心 是否會讓行政凌駕於專業之上 所以本席在此要提到 我們贊同法治化 但是呢我們不贊同由行政院來取代教育部 我們贊同法治化 但是我們不認為行政可以超越教育專業 我們贊成法治化 但是我們不認為這一切的原則 都要把這個整個的課綱的整個審查 變成過度的像一個灌獸的一個體制 我們記得在過去陳水扁總統任命的 前教育部長黃仲晨特別提到的 如果呢所有的課綱的審權 完全要由行政院來主導的話 那乾脆把教育部給廢了 我們不需要這樣一個教育部 而且民進黨要全面的一個執政了 我們竟然送給我們信任的教育部長 這樣的一個大理 其實就是擺明了對教育部 整個專業的不太一個信任 所以呢我們在這邊要強烈的呼籲 這樣的一個政治政策 很多人就會提到了 或許到最後都是由教育部來做一個提名 但是本席要說 如果完全相信教育部的話 何須由行政院來做這樣的一個主導 這其實就擺明了對教育部的一種削權 所以呢如果是來自於一個主導意識 比較強烈的行政院長 我們真的非常的擔心 這樣的一個意識 可能會讓我們的教育淪為沒有中立的一個部分 所以對上那個結果 我們會創意見 就是有一個教育的一種削權 報告院會 本案截止發言登記 接著請陳學勝委員 陳學勝委員不在 接著請黃國書委員 好 谢谢主席 各位同仁 大家早 首先我要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攸关科纲审议制度的 高级重等教育法的四十三条的修正案 可以顺利通过 那么同时也可以因应 107年马上就要处理的 12年国教新的课纲的制度的 制定的审议可以告别黑箱 当然这段时间 国民党的朋友当然有很多的意见 但是支持课纲审议制度的法制化跟透明化 我相信是有共识的 去年5月台中议中的学生 打响了高中学生反对课纲运动的第一枪 然后我们的学生走上了街头 为了捍卫他们求知的权利 开始思考他们所阅读的教科书是怎么产生的 这个过程当然有一些冲突 但有一些遗憾 然后比较可惜的是一条年轻的生命的逝去 回应科纲的争议 我认为不单是教育部的责任 过去教育部片面的选择了课审的委员 那造成了黑箱 那造成了社会舆论的哗然 我认为这个部分我们立法院当然也有责任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针对课纲审议的制度 必须要有一些改革跟修正 所以我们提出了高级中的教育法43条的修正 那最主要的是要让这个克纲的制定不在黑箱 而且把这个克纲的审定 予以法制化跟透明化 让黑箱克纲从此在台湾成为历史 那这一个政策 它不会关系到哪一个政党的利益 即便是未来我们用一个制度化的克纲审议制度 它也不会单纯是一个政党能够掌握的 那至于国民党的朋友 他们所担心的 是不是剥夺了教育部的专业 那过去我们把教育部片面的这个职权提升到 第七个 从这里里面有时 Bag 这只米农丁 在比之间为信用的 一切一切 Andy 秀将管理的这个问题 第八條條文草案 請宣讀審查報告 宣讀完畢 请召集委员黄委员国书补充说明 谢谢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本次国民教育法修正案为并案审查 主要是明确规范国民中小学并校程序 以及针对国民教育中课纲法制化部分进行修正 首先在国民教育法第四之一增定案的部分 本案由黄国书委员提案修正 目的为完善国民教育法中只处理学校新办 却无关于废病校相关权责之现况 鉴于国民中小学之废病校除涉及学生受义务教育之权利外 同时亦为社区之重要教育国民活动空间 因此在合并或停办的处理上 更应经完整规划与充分沟通讨论 因此本条次修正除明确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权责归属外 以要求未来在学校之合并或停办程序上 应纳入民主参与与后续空间规划利用 让与政策相关的各群体及利害关系的人 得以参与决策并表达意见 本条次经教育文化委员会讨论审议后 由黄国书委员提案修正通过 而在国民教育法第八条的部分 是配合高级中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条修正案之通过 为因应十二年国教之国家课纲 是由小一至高三为完整整套之设计之现状 在本条次中民定中央主管机关 对于国民教育之课纲定定之责任 并提供学校规划课程 并得结合社会资源充实教学活动之法源 另外考量到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之研究发展 及审议具有其特殊性 事故在援引以上准用高级中等教育法之相关规定为原则 本条次经教育文化委员会讨论审议后 照民进党党团之提案修正通过 以上补充说明报告 谢谢 本案经审查会决议不需再交由党团协商 请问院会有译意 没有译意 本案静医审查会意见处理 现在进行逐条讨论 请先读国民教育法增定第四条之一 第四条之一 为促进学生同才互动 培养群体多元学习 有效整合教育资源 结构优质学习环境 均衡承商教育功能 确保学生就学学域 自家市县市政府得办理公立 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之合并或停办 其合并停办之条件程序审查 学校学生与教育员工之安置 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准则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自家市县市政府应一准则之规定 订定有关合并或停办之自治法规 前向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之合并或停办 自家市县市政府应拟据校园空间利用于财务资源计划 邀请学者专家 家长代表 学校教职员代表 地方社区人士及相关人员 进行专案评估及办理公厅会 并经各自家市县市政府教育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从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原住民重点学校之合并或停办 另一原住民族教育法规定办理 宣读完毕 第四条之一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请宣读第八条 第八条 中央主管机关应定定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及其实施之有关规定 作为学校规划及实施课程之依据 学校规划课程并得结合社会资源充实教学活动 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之研究发展及诚意 存用高级中能教育法之相关规定 宣读完毕 第八条 照审查会条文通过 全案经过二读 现有民进党党团提议继续进行删读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 请宣读经过二读之条文 第四条 第四条之一 为促进学生同才互动 培养群体多元学习有效整合教育资源 建构优质学习环境均衡城乡教育功能 确保学生就学权益 自家市县市政府得办理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之合并或停办 其合并停办之条件程序 审查学校学生与教职员工之安置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准则 由中央之管机关定制 自家市县市政府应以准则之规定定 有关合并或停办之制自法规 前向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之合并或停办 直辖市县市政府应拟据校园空间利用与财务资源计划 邀请学者专家、家长代表、学校教职员代表、地方社区人士及相关人员 进行专案评估及办理公厅会 并经各直辖市县市县市政府教育审议委员会审议通过后 从中央主管机关备查 原住民重点学校之合并或停办 另一原住民族教育法规定办理 第八条 中央主管机关 应订定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及其实施至有关规定 作为学校规划及实施课程之依据 学校规划课程并得结合社会资源充实教学活动 国民中小学课程纲要之研究发展及审议 准用高级中等教育法之相关规定 宣读完毕 三读条文已宣读完毕 请问院会有无文字修正 没有决议 国民教育法增定第四条之一条文 并将第八条条文修正通过 本案于完成立法后由委员登记发言 每位发言时间两分钟 请黄国书委员 好 谢谢主席 国务委员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让国民教育法第四条的修正案可以顺利的通过 国民教育法第四条的征修 最主要是希望透过提供法源的方式 让中央以及地方及我们的社区 一起面对少子化关于教育的冲击 在现行的条文中我们从来没有处理过 关于学校并校的问题 然而从2008年 总业国小财病案的案例 到今年苗栗新开国小 以及南投台东 等等层出不穷的并校的正义 我们发现这些并校的乱象 中央政府没有处置的法源 也没有准则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国民教育法第四条 要有一些修正 在这次的修法中 我们除了希望可以提供 国民教育经营中 关于财校并校的处理的法源外 我们也更期待面对并校 中央政府可以订定一套标准 并且将校园空间 与后续财务资源计划 纳入评估 并邀请学者专家 家长代表 教职员代表 地方社区人士 以及相关人士 进行专案评估 经过充分沟通后 再来执行 面对少子化 以及地方财政的压力 我们都理解 为了让教育资源可以更为集中 予以妥善利用 我们也相信 国民中小学的整并 也会是一个未来层出不穷的一个案例 也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 学校代表可能是一年串的数字 可能想到的是财政的问题 每年要投入的经费 教师员额 学区的人数 但是对于地方而言 一所学校所承载的 不只是当地区民的集体记忆 也可能是社区向心力的来源 因此在本次的修法中 我们期待 可以让社区一起来参与 关于病校的讨论 让中央可以提供必要的咨询与协助 让病校可以成为地方空间再利用的契机 而不是引发 我们继续进行讨论四项第九案 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含附属单位预算及重计表 营业及非营业部分 本案经第一会期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因尚未协商 做以下决议 协商后再行处理 接着进行讨论四项第十案 本院国民党党团 建请决议 仅速逐年降低护病比 医院评件更透明化 并提高护理人员留职率 建立友善医疗环境 如此才能有效改善 医护病三者间日渐恶化的关系 请公决案 请医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 本院国民党党团建于我国护理人员因护病比过高 导致过劳情形严重 盲城上战斗陀罗 服务品质堪率 离职率也居高不下 2014年护理人员虽都已纳入劳动基准法 但护病比问题仍未获解决 目前医疗机构逐年所增值病患数 却已超过第一线医护人员能力所负担 且护病比仅列为医院品鉴之重点项目 而非必要项目 此进行以造成医疗体系时期运作上的困难 更危害病患生命与健康 并让医护病三者间关系恶化 为改善国内长期恶劣医劳劳动条件 建立友善医疗环境 改善医护病间恶化关系 降低过于扭曲之护病比一时当务之急 如此才能亲身先进国家 原建警院会做成决议 竞速逐年降低护病比医院品鉴更透明化 并提高护理人员留职率 建立友善医疗环境 如此才能有效改善医护病三者间 日渐恶化的关系 是否有当请公决案 宣读完毕 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八条第三项是规定 本案经提案人员提案 说明提案指去大体讨论后 其意决交付审查或禁户恶毒或不予审议 现在请提案人国民党党团代表 李委员燕秀说明提案指去 说明时间五分钟 今天大会的主席 各位行政官员 各位运会同仁 大家早安 在这个时间点五月份 我想很多朝野各党派 对于医师纳入劳基法这件事情 大家有共识 但是事实上 我们有一群从来没有真正走上街头 在职场上很多人都默默的 持续不断的 不敢离开自己岗位上工作的 就是我们的白衣天使 这个月五月十二号是护理 护理节 护理师节 但是我们可以去看到 或从媒体上可以知道 到目前为止 我们整个台湾护理同仁的 恶劣的劳动条件环境 是值得我们持续去关注的 护理同仁在过去 他们学成的教育过程当中 他们被教成就是尽量能够协助 治疗多少人尽力协助 他们很多人都其实是默默承受 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 恶劣的劳动条件环境 事实上对于医护关系 并不一定是正确的方向 包括国外的研究显示 平均护理人员 照顾的人力四位以上 如果每增加一个病人 就有可能病人30天内死亡的 风险增加7% 如果照顾六位病人的话 风险则大于14% 这是一个国际的标准 研究出来的报告 但是我们知道 我们目前在线上的 护病比大概都达到1比14 不仅如此 天乡的环境的医院环境 其实条件更恶劣 常常在夜间的时候 急诊室只有两个护理同仁 有一位前一阵子我们还看得到 是大的肚子在值夜班 所以我们认为 这样子的恶劣劳动条件环境 是值得我们重视 为了创造更好的医疗环境 我们认为医护比在现在有必要 值得大家去重视 我们希望卫福部也编列相关的法令 或者是劳动部未来针对护病比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的比例 降低我们未来的医疗的增加的风险 也打造一个比较好的劳动条件环境给护理师 否则目前台湾的护理师 每一个可以留在职场上的时间 大概每一个护理师平均是七年 当他结婚之后 当他有小孩子之后 他被迫离开这个环境 因为这个环境的劳动条件 跟上班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所以这也是造成我们现在护理同仁 其实人越来越少 护理师短缺很重要一个因素 因此国民党今天提出来这个提案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同面对 解决打造比较好的医疗环境 除了医师纳入劳体法之外 我们也希望护理同仁的护病比 是不是能够来调整降低 然后偏向的护病比的比例 我们也希望能够 卫福部能够有更多的重视 打造一个良好的条件 医护条件环境 能够让医疗风险降低 我想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 我们不能因为 护理师没有真正走上街头抗议 他们的声音就没有被听到 因此国民党今天提出来这个提案 我们希望不分朝野党派 我们希望能够把 这个护理师同仁的心声声音重视 以上这是今天国民党党团 对于这个提案的建议 谢谢 本案现在进行大体讨论 我们依登记的顺序发言 第一位请 李委员要不要继续再讲 不用了啦 接着请 陈一鸣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 我们这次党团提出来 这个降低护病比 医护病三营的这样子的一个提案 其实是根据说 美国目前的研究指出 最佳的护病比其实是1比4 欧洲的研究说是1比6 而目前日本的护病比 已经到了1比7 但是台湾目前的护病比是1比13 那高度的护病比 导致护理人员 劳动的生理跟心理 他们负担加重 而且离职率非常的高 甚至有造成了一些 甚至有些过劳 甚至也有造成一些护理人员 自杀 忧郁症 这些现象都发生 那当然这样子 也影响到病患的安全跟权益 那为使这个护病比合理 其实卫福部跟护理及医疗的团体 他们是有订定了一个 全日平均护病比的一个 评件的一个基准 但是这个基准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本席其实觉得说 目前台湾的护理人员 他们有个咨询协助团 在上礼拜其实也有来历法院 这边提出他们的一些呼吁 那他们希望三年内 可以达到护病比 白班是1比7 小业跟大业是1比10 而且这护病比的计算公式呢 不可以包括护理长 还有护佐的人力 换句话说 必须更实际的来因应 而且来计算 所以本席呼吁呢 院会大家都能够共同来支持 这个决议 尽数逐年的降低这个护病比 让医院的评鉴更透明 而且提高护理人员的留职率 那如此之后呢 应该就可以改善我们的医病户的关系 那可能会有委员担心说 那如此来就是降低这护病比 会不会造成医事人力的不足 其实呢 根据护理的这个教育部那边的统计 一些资料显示呢 每年我们其实有26万个护理人员毕业 但是真正有就业的其实就16万人 换句话说 有10万个护理的毕业生 他们可能因为这个环境的关系 整个的护病比的一些关系呢 他们不愿意担任护理人员 所以我相信 如果我们能够逐年快速的来调降这个护病比 应该营造一个好的一个工作环境 就可以让我们的护理人员 愿意留下来 从事这个护理的工作 来造成医护病三营的一个状态 好 谢谢 接着请林静怡委员 好 谢谢主席 还有我们立院的同仁 这两天 这个礼拜是我们的新旧政府交接的时期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委员同仁们 也就细数了这段时间 过去这八年 马政府的政绩以及未来 是否我们可以衔接的状况 所以其实 昨天我们的立院同仁提到了马政府的跳票 我们不要忘记还有一个跳票叫护病比 马英九政府 马英九总统在2009年的时候 公开承诺他要达成护病比1比7 但是到现在这几年我们看到 多数的护病比几乎达1比14 甚至有1比20 所以当然我们很高兴国民党党团 愿意痛定思痛 在新政府即将上任的时候提醒我们护病比的重要 那这边我也同时报告 其实去年八月 蔡英文主席也就是未来的蔡总统 她就已经公开的跟我们的护理团体们谈过 未来如果我们执政 她要召开相关的会议 把相关的医疗团体 护理界的专业人士 护理界的临床人士 不同等级的医院 不同部门的科别一起充分讨论 把护病比成为一个被确定入法的政策 那前面有提到用评鉴 不过我相信各位也知道 就像跳票的马政府一样 我们的评鉴 尤其是医测会的医院评鉴 也已经破产了 医院评鉴 尤其是医学中心评鉴合格的医院 甚至还被我们的劳动检查检查出 他们的护理人员的劳动状况 是违反劳动基准法 所以本席并不支持 用评鉴的方式 去规范护病比 而是大家实际的充分讨论 把我们认为可行 可以保障护理人员安全 又可以保障病人权益的 标准的护病比 不能用行政命令 而是直接入法 直接用法律 来规范我们的护病比 那其实不论是本席 或者是时代力量的洪慈雍委员 我们都已经召开了 两场以上的公听会 跟相关的护理团体 专业们讨论过 也确定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逐步地 踏实地把护病比入法 作为一个最负责任的一个作为 所以各位护理同仁 还有医院的朋友们 请不要担心 我们会扎扎实实地 让护病比入法 不会跳票 那另外我也认为 在评鉴必须改善 所以评鉴去勾基 去用评鉴勾护病比 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做法 这个部分本席并不支持 谢谢 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 本案禁副二读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本案禁副二读 现在进行广泛讨论 因为没有委员登记 我们就不予发言 我们现在就进行处理 请问院会本案可否照案通过 好 没有意义 本案座如下决议 仅速逐年降低 护病比 医院评鉴更透明化 并提高 护理人员留职率 建立友善医疗环境 如此才能有效改善 医护病 三者间日间二化的关系 继续进行讨论四项第十一案 本院国民党党团 鉴请决议 要求劳动部 应提前于民国一百零七年 一月一日前 将医师纳入劳动基准法 适用对象 请公决案 请医师人员宣读提案内容 本院国民党党团 鉴于医师公使过程 过劳情形普遍严重 近年来医师过劳 引起辞职案件评传 在据医师劳动条件改革小组所做 2012年医师工作环境 问卷调查指出 全体医师普遍近有50%以上 违反2011年ACGM1 美国毕业后医学教育评件委员会 理由Quality Detection Council for Guestual Medical Education 规范的各项公使标准 每周工作时间和连续工作 24小时后 最短连续休息时间上 更有70%以上违反公使规范 而与医疗舒适密切相关的 最长连续工作时间 在现行的值班制度下 医师甚至几乎全部都违反公使标准 105年4月28日 未还委员会非已通过 要求劳动部会同卫福部 于4年内逐步完成 受护医师闹入劳动基础法 使用对象之决议 但人排除住院及主治医师 为提升医疗服务品质 其医病关系能更加和谐 并减少医师过劳所引起的职业灾害 进而保障医师劳动人权 促进病人安全就义之权利 为求根本解决医师过劳的问题 必须透过劳动基础法规范公使 原建议院会做成决议 要求劳动部阴提前于民国107年1月1日前 将医师纳入劳动基础法试用对象 是否有当请公权案 宣读完毕 依照立法院职权行司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 本案经提案人员说明提案子去 大体讨论后 即逆决交付审查或禁付恶毒或不予审议 现在请提案人国民党党团代表 李委员燕秀说明提案子去 近年来医院与医师的雇佣关系明确化 法院与卫福部均认定住院医师与医院之间的关系 属于雇佣契约 然而医师却始终未受到劳基法的保障 护理人员局法律服务院之受雇律师 抑制民国103年纳入劳基法的保障 目前劳动部跟卫福部所定立的时程表 可以发现医师必须等待到114年后 方德纳入劳基法的保障 但是我们都知道 每一次到五一劳动节的时候 很多医师逐年走上街头 希望未来如何打造更好的劳动条件 近年来我们不断地发现 在职场上有很多医师在第一线上 在救治病人的过程当中 伤亡也有 我们不希望再一次的流失 许多优秀的医师人才 甚至很多好的医师人才 他都已经走到国外去 也就是这几年 卫福部一直在思考说 如何我们打造一个更好的劳动条件环境 或者是想办法留住 鼓励更多的人加入我们在台湾 当任医师的行业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思考到 打造一个更好的劳动条件 将医师纳入劳基法 其实才是一个真正治本的方法 虽然近期以来 我们朝野党团对于医师纳入劳基法 虽然有共识 但是到目前为止 最大的争议点还是在时间点 在这将近八年的时间以来 我们劳动部也好 卫福部也好 不断地在跟医界沟通 就近日以来 医师全联会 包括民间医师的各单位团体 也认为 如果一旦把医师纳入劳基法 相关的配套措施 事实上他们已经准备好了 不需要等到三年之后 才把医师纳入劳基法 也因此我们国民党团的意见 也希望在107年1月1号 尽速地把医师纳入劳基法 把医病关系处理好 让医师能够有正常的一个时间 能够正常的上班 我觉得这是打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也降低减少医疗的风险 很多人担心说 医师纳入劳基法 会不会他开刀开到一半 他就突然要下班 我想医师 我想有医德 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当然这个也可以透过私底下 卫福部跟未来跟劳动部 我们定立相关的 未来如何去再做细部的检讨 但是我们认为 把医师纳入劳基法 事实上是刻不容缓 这也是降低很多医疗风险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跟治本的方法 我们希望可以留住更多的医界的人才 留在线上 继续上班 我们也不希望 再一次看到在医界 发生职场的灾害 也因此我们国民党团的建议 希望在107年1月1号 尽速的把医师纳入劳基法 时间加快 以上就是国民党团的建议 也希望超约党派 能够既然大家有共识 那我们就尽速的把时间提早 谢谢 本案现在进行大体讨论 李燕秀委员不在发言 我们发言时间三分钟 接着请黄昭顺委员 黄昭顺委员不在 接着请陈一鸣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 针对这个提案 本期有几点的看法 其实因为整个的国内 现在因为整个的医疗环境的恶化 而造成了五大接空 就是内外妇幼疾 这几个科别的医护人力 显得不足 但在这个状况下 住院医师在过去 如果根据卫福部定的 住院医师劳动权益的指引 每周的上班时间 住院医师每周是88小时 同时连续值班可以达到32小时 那这个明显的是会造成的 住院医师过劳的现象 那当然这样子也会造成病患 整个的这个医疗的权益会受损 所以本期过去在我们 未患委员会就已经有要求呢 医事师 这个王中熙市长 必须要检讨 这一个现象 尽速的来根据美国他们的 所谓的Limby Zion Law的指引 调整到每周的工时 从88小时减为80小时 而且平均的 就连续的值班的日 时数呢 从32小时降为24小时 这样子一方面呢 住院医师在受训 他们也不可能随时在换工作 一方面呢 受训的时候也能够顾及到 他们的劳工的权益 那尽速的能够把 医师纳入劳基法 那另外呢 当然如果要把住院医师 纳入劳基法 同时要考虑的 就是我们的专科医师 如果专科医师 在这个时候也不入劳基法 也会造成了他们的挤压 以及工时的过长 所以呢 本席也支持 这次我们党团的这个决议 希望呢 劳动部会同这个卫生福利部 能够尽速的把医师 纳入劳基法 那时程呢 如果能够尽量提早 我们应该尽量提早 那以这个时程来讲 我们到民国107年的1月1号以前 如果能够纳入劳基法 这样子呢 才能够让我们的医师呢 也能够享受这个劳基法里面的一些权益 包括工商以及退休这些权益 因为目前呢 没有纳入劳基法 其实医师他们在退休福利方面 没有办法 每年的提拨 而都是要受制于 他服务的医疗的这个单位 那这个其实是违反 这个医师劳动人权的 所以本席在此也呼吁 我们各党团能够支持 国民党团提的这个案子 好 谢谢 本案截止发言登记 接着请廖国栋委员 廖国栋委员不在 接着请林静怡委员 好 谢谢主席 我们的利润同仁 还有所有关切医师 纳入劳基法的伙伴 我们要一再地强调 医师长期以来 劳动条件不被劳基法所保护 甚至没有任何相关法律保护 这是不对的 因为过劳的医师 就跟过劳的基师一样 他其实不只是伤害自己的健康 对自己的家人 其实也不公平 另外 对于所有他照顾的病人 也不安全 不过 刚这个案子 国民党党团提案 2018年 1月1号 要求医师纳入劳基法 容我提醒 在我们上一次 党团的协商里面 现在马政府的事务官 提出来给我们的讯息 如果根据马政府原先的规划 到2025年 医师都还没有办法 纳入劳基法 所以现在国民党党团 在政权即将轮替的时候 突然提出要2018年1月1号实施 我只能觉得说 国民党对于民进党政府 能够贯彻执行的能力 可能是非常肯定 不然为什么原先你们规划 要将近十四十五年以后 才能实施的事情 现在你们认为 在一年之后就可以达成 医师纳入劳基法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 我们必须要考虑的 就是如何让这个重大的法案 可以确确实实地完成 再让我提醒 护理师已经纳入劳基法 但是护理师 劳动条件违反劳基法的案子 层出不穷 所以如果没有仔细的配套 纯粹只是用罕价的方式 把这个这么重要的政策 这么重要的法案 仓促地处理 可能面对到的是空有法案 空有规范 但是实质上还是阳奉阴违 无法配合 所以我这边要非常恳切地提醒 蔡英文主席承诺 所有受雇医师会纳入劳基法 请各党团 我们大家一起往这个方向努力 但是这中间并不是一个 随意喊假就可以达成的目标 如果真的那么好做 我相信现在 马政府其实还有时间 可以马上宣布通过 那这里面我们也必须恳请民众 跟我们一起努力关心这个案子 因为要让现在过劳的医师 可以纳入劳基法 我们必须要落实分级专政 减少不必要的医疗 改变就医的形态 才有办法让受雇医师真正纳入劳基法之后 得到劳基法的保障 请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 报告院会 现有国民党党团提议 本案竞幅二读 请问院会有意义 没有意义 本案竞幅二读 现有国民党党团 及民进党党团 分别提议 本案交付党团协商 并与相关提案并按协商 作以下之决议 本案交付党团 与相关提案并按协商 并由时代力量党团 亲民党党团 及国民党党团 共同召集协商 我们继续进行讨论 四项第十二案 本院国民党党团 鉴请决议 新政府必须坚守牛猪分离原则 严禁瘦肉精美猪进口 请公决案 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 本院国民党党团 根据最新民调 有超过7成的民众函队 反对含有瘦肉精猪肉进口 新政府不一漠视 另考量国人的饮食习惯 猪肉的食用量为牛肉的7倍 对民众的安全冲击影响甚大 再者 积改食品 禁止进入校园饮养午餐 可见国人对食安之要求甚高 101年6月 民进党团召开记者会 主张瘦肉精只有零检出 没有10PPB 并指出如果瘦肉精开放进口 就是践踏民意 我们记忆犹新 Over my dead body 尤言在耳 日前准内阁农委会主委 曹启宏敬表示 针对含莱克多巴胺的 美国猪肉 哪有能耐不开放 这种未占先祥 资料底牌的新政府 人民如何放心 一旦开放 将对国人健康 造成莫大伤害 据学者专家表示 瘦肉精伤心回脑 更是癌症转移的帮凶 即进口喂食 基改作物 以玉米为大中的 瘦肉精美猪 等于支持以基改作物为主的 农业政策 民间团体更大声疾呼 如果大人挡不住 小孩就会吃到瘦肉精 人民合估 令并严重冲击国内猪农的生计 将对国内每年产值四五十亿元的台猪市场 造成巨大冲击 据农委会估计至少影响 十五万相关总业人口 进而造成采源 甚至官场结束营业 产业合估 为宣营广大民意要求 本月清建委会四月二十五日 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会五月二日 皆已通过反对 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提案 显见反对含莱克多巴胺的猪肉进口 已是全民共识 更遑论欧洲以明文禁用 收收金与基因改造食物 这就是我们的谈判底线 原提案建设议院会作成决议 新政府必须牵手流出分离原则 严禁收收金每出进口 是否有当警公决案 缺读完毕 依照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八条第三项之规定 本案经提案人员说明提案指去 大体讨论后 即议决交付审查或进或读或不予审议 现在请提案人 国民党党团代表王委员玉敏 说明提案之趣 主席各位立员同仁 各位全国民众大家好 我想最新的民调已经告诉大家 有高达七成二的台湾民众 反对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立法院作为最高的民意机构 我们必须听见这股强大的民意 而且也应该要呼应这股强大的民意 捍卫国人健康 严禁含有瘦肉精美猪进口 今天国民党立院党团 为什么要在院会提出这项讨论案 因为大家别忘了 101年6月 事实上民进党 他召开记者会 他严格的提出来 他说没有10PPB 只有零减出 这是当时民进党的主张 大家也别忘了 当时民进党为了反对瘦肉精美猪 在我们立法院的议场 睡了五天四夜 大家记忆犹新 但是令全国民众非常害怕的是 现在民进党新政府即将要上任 但是法夹湾即将出现 我们看到蔡英文准总统 他在总统辩论的时候 他就对外表示 他可能比照日本韩国的标准 要来开放瘦肉精美猪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 4月21号 我们的准农委会主委曹启宏 他说我国没有能耐不开放美猪 这种未占先祥 质量底牌 让国人非常非常的担心 而且我要提醒大家 这一次520就职典礼 美国的代表团来的主要的代表 就是美国贸易代表署前贸易代表柯克 过去他就是专门谈美猪议题的重要人物 所以这次来 他会给新政府带来什么样的新的讯息 或是新的压力 的确让我们非常非常的担心 另外我要跟各位报告 本席在担任未华文会的招委举办公听会 其中出席公听会的苏伟硕医师 他直接就点名了 瘦肉精会导致心悸血糖升高 甲离子下降 对台湾高达200到300万的心脏血管疾病者 造成非常大的健康风险 另外大家非常尊重的林杰良医师 他在生前也非常关心这个议题 他也直接指出 如果开放含有瘦肉精的肉品进口的话 直接冲击的就是我们的高风险族群 特别是对于怀孕哺乳的妇女 还有14个月到18个月以下的婴儿 因为他们的肝脏的代谢效素还不成熟 没有办法代谢掉瘦肉精 暴露风险极高 另外一个层面 对于我们整个产业的冲击 在本期安排的专案报告里面 农委会直接指出 如果一旦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的话 对于我们农民的生计的冲击 可能造成15万人的失业 相关产业人的失业 还有高达143亿的我们整个的产值的冲击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事实上开放瘦肉精美猪进口 有百害而无一例 此外新政府可能会标榜说 我们要加强这个严格的标示 强制标示 过去在美牛案 民进党自己的主张都说 强制标示不可行 我请教各位我们的猪肉的产品 会是牛肉产品的几百倍 如果在过去瘦肉精美牛的议题 民进党主张不可行 难道我们瘦肉精美猪的标示 可以做得到吗 我们所有猪肉衍生的产品 成千上万 包括每天的三餐 餐餐离不开猪肉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强制标示根本是空口百话 而且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 因此本席在这边要代表 中国国民党非常具体的建议院会 4月25号我们经济委员会 已经做出决议 5月2号未还委员会 也已经做出决议 再两个委员会都做出决议 我们要严禁 含有瘦肉精美猪进口 所以国民党立院党团 在这边呼吁各政党 要支持这项提案 因为捍卫国人健康 是立法院最应该做的事情 以上谢谢 本案现在进行大体讨论 我们一登记的顺序发言 美委员发言时间有三分钟 我们先请李燕秀委员 距离520新政府 即将要上任的时间 事实上不到一个星期 但是我们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时候 过去马政府执政八年的时候 当时美牛要进来台湾的时候 民进党所有的立法委员 包括我们的准总统 蔡英文主席 不惜走上街头 院会的同仁 为了抵抗美牛进场的时候 还不惜占据了立法院 5天的议程 今天在准新任的准立法委员 所有的新任的准格魁 还没有完全上任之前 我们却从媒体上看到 包括我们准农委会的主委 对于含有瘦肉精的美猪的进场 他们认为这是未来 必须要给美方的 这个未来一个很大的贸易的空间 也因此这个消息曝光的时候 我们所有立法委员的办公室 接到民众很多的电话 特别是所有的家长 认为未来新的执政党 不管执政的好坏 但是最起码捍卫国人的健康 这件事情 他们希望所有的立法委员 不分党派 最起码要站在一致的标准 在这边我今天也要 借着今天三分钟的机会 也希望再一次的提醒在现场 所有不分党派的立法委员 不要忘记我们当时宣誓的初衷 也不要忘记所有国人最起码最卑微的要求 捍卫国人的健康 我觉得这是最起码卑微的要求 执政的好坏要看四年大家的表现 但是我觉得捍卫国人健康这件事情 是国人最起码最卑微的要求 未来孩子的营养午餐上 会不会看到含有瘦肉精的猪肉 在每天的便当盒上 他们无从选择 强制标示 每一批牛肉都可以检查得出来 这得花食药署 卫福部食药署多少的稽查人力 一个一个去要求 我们认为这个对于未来人力上的稽查 其实是负担特别重的 现在到底我们能不能加入TPP 现在美国还在选举当中 谈判的技巧我们也不认为 在这个时间点上 就对外直接开放说 我们可能要开放美助进场 美国未来就一定会 美方未来就一定给我们台湾多少的favor 其实这都是未知数 但是对于国人来说 大家最起码最卑微的要求 捍卫大家的健康 不要让含有美猪的 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场 我们认为我们希望 民进党的所有委员 时代力量所有委员 不分党派所有委员 我们希望过去的标准 跟今天未来的标准 都可以是一致的 千万不要因为换了一个位置 换了一个脑袋 毕竟国人 这个食用猪肉的习惯是 接着请黄昭顺委员 黄昭顺委员不在 接着请张立善委员 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安 今天由国民党团提出 对新政府要求 坚持牛猪分离 瘦肉精零减出的最高原则 本席认为格外的讽刺 因为在三四年前 为了美牛进口 所有民进党的委员 一再坚持瘦肉精零减出 甚至誓死抗议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的 就是新政府换了位置 就换了脑袋 由我们农委会的准主委 曹启宏说 这是没有办法抵挡的 这个国际情势 我们今天要问 所有的委员 大家一致知道 我们台湾人吃猪肉的习惯 高达吃牛肉的习惯 七倍以上 所以如果累积了 很多的瘦肉精 莱克多巴胺 对于身体健康 造成很大的威胁 从我们的专家学者认定 只要瘦肉精吃多了 有可能造成心脏血管的急患 甚至肾脏的病变 甚至生殖器官的异常 可能造成不运症 包括血压飙高 甚至躁动情绪不安 所以如果一旦开放 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危害国人健康 其实希望我们所有的 不分党派的委员 一定要坚持瘦肉精领检出 同时在上个礼拜 来自全国16县市的 养猪业者代表 本席非常佩服 因为只要一用瘦肉精 所有的这个猪啊 换肉率非常高 价值产值也会提升 但是我们所有养猪业者 严守自律公约 坚持不用瘦肉精 同时我们农委会 也把瘦肉精当作禁药 当作有毒物质 所以我们不能一国两制 不能两套标准 不能让我们所有相亲呢 不知道我们吃到的 是含有瘦肉精的台湾 美国猪 还是零检出的台湾猪 所以今天在这里 希望所有委员呢 一定要跟国民党的 党团站在一起 共同支持一个原则 也就是我们的食安不容 不容谈判 人民健康不得交换 今天在这里 特别呼吁 所有民进党公职人员 不能着视金飞 不能换了位置 就换了脑袋 我们必须站在 养猪业者的 这个生计权益做主张 我们必须捍卫国人的健康 做保障 在此本席严正的 希望大家能够 接着请陈一鸣委员 好主席 各位委员 大家早 本席呢 其实今天也是一样 跟我们所有的 国民党党团的委员们 共同的呼吁 不管再朝再野 大家都能够一致的来抵抗 这个所谓的瘦肉精 含瘦肉精的美猪的进口 因为大家知道说 其实瘦肉精 这当初这个成分 莱克多巴胺 它就是因为在新药开发的时候 是为了要来治疗 气喘开发的新药 但是后来发现 它的药理作用机转 没有办法来 直接的对抗 它的受体 所以之后才会 沦为变成是一个 瘦肉精 而用在这个动物 这个瘦肉的生成的 这个身上 那大家可以想见的就是说 如果吃了 多含瘦肉精的这个食物 就会造成我们身体里面 很多心脏血管的疾病 甚至在上次 我们未完委员的公听会 苏伟硕 苏医师 也是我们高一的校友 他就曾经提出一些 科学的证据 也显示 不只是会影响 心脏血管的疾病 同时对于可能 有罹患癌症风险的病人 也会造成癌症的 这个扩散 转移的风险会提高 所以其实从科学证据上面 甚至在美国的资料也显示 他们比较了有 食用瘦肉精的牛 跟没有的牛 他们发现说 吃了含瘦肉精的牛汁 他们的死亡率是提高的 所谓的死亡率提高 这个就是一个最佳的指标 告诉我们说 你吃了含瘦肉精的食物 就可能会增加你死亡的风险 而且这个是在美国的 专业的期刊发表的资料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 针对这个美猪 含瘦肉精的美猪 要进到台湾来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忧虑 也希望小英政府将来能够不要 不要进口含瘦肉精的美猪 尤其这次来520 礼拜五就要来的 这个参加我们小英 就职典礼的这个代表团的这个团长 这个柯克呢 他之前就是前美国的这个贸易 美猪的这个谈判的代表 那我们希望这一次 不要因为这次来参加我们的这个 就职典礼 小英的就职典礼 就也顺便来谈判这个美猪 含瘦肉精美猪进口的事情 那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更不要讲说美国其实 他们的这个Smithfield公司 美国的这个大的养猪的公司 已经在2013年 就被大陆的双汇食品集团所收购 用了70亿的美金收购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将来让含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也有可能其实是大陆猪 就会进到美国 再从美国漂白了之后 进到台湾来 那这是亡国灭种的一个 很糟糕的一个状况 所以本期在此 请大家一定要支持 接着请蒋万安委员 本案截止发言登记 主席各位同仁 各位先进 根据最近几次的民意调查 其实很清楚的显示 国人有超过七成的民众 是反对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甚至有五成六的民众 是不同意 为了经贸而牺牲国人的健康 更有高达八成六的民众 相信一旦开放含有瘦肉精的美猪进口 将严重冲击我们猪农的生计 然而有些人会说 已经有所谓的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其实是 2012年7月5号 国际食品法典 Codex委员会 在极度争议之下 由美国强行表决 69比67票 非常缺乏共识的状况下通过 所以到今天为止 欧盟中国大陆都全面禁止 含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 所以我想很多人甚至觉得说 应该拿我们邻近的日本 韩国来作为例子 认为说他们其实有开放 这个些许的残存量和容许量的 瘦肉精猪肉进口 但是这样的论点完全忽视 我们台湾民众饮食的习惯 我这边跟各位说 台湾民众吃猪肉 是牛肉的七倍 每人每天平均吃猪肉 是35公斤 韩国是24公斤 日本15公斤 他们都比台湾民众吃猪肉 每年平均少了10公斤 甚至20公斤 更重要的 我们台湾民众吃猪肉的内脏 这是瘦肉精残存量最高的地方 所以这种不顾瘦肉精 对国人健康的影响的论点 是非常不可取 一旦贸然开放 还有瘦肉精的猪肉进口 我想即便我们很多民众 或是新政府强调的说 加强标示 甚至加上警语 我想影响最深的是那些 吃营养午餐 在学校的学生 以及我们团善的 在军队的军人 因为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想保护民众健康 是我们未来新政府 最重要的责任 这个议题是无关政党 无关色彩 我也希望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立院同仁 各位先进 都站在国人的立场 坚持反对瘦肉精的 美猪进口 我们今天所有的讨论 所有的发言 所有的表决 都会留下历史记录 我想民众健康 绝对不容退让 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 所有的民进党的朋友 绝对不要让你们的党义 凌驾了民意 谢谢 接着请吴坤裕委员 主席 各位立法委员先进 大家早 感谢国民党委员 对国人食品安全的重视 民进党 以及未来政府 一样非常重视 国人食品的安全跟健康 跟农民的福利 但是我们重视食品的安全 确保国人的健康 不能用义和团式的 我们要 台湾是一个现代化的国家 我们拿出科学证据来 所以国民党这样讲 我觉得我们民进党 是要坚持用科学的证据 完成现代化国际化的 完整的健康风险评估 用这样的科学证据 来确保国人的健康 而不能只用喊口号 缺化科学证据 那为了同时 在国内跟进口的猪肉 其实我们已经有 从美国进口猪肉 听说有含瘦肉精 但是我们现在政府 检测的方法 在四几种的瘦肉精里面 只能检测七种 那其实我们已经有开发 可以检测二十几种 瘦肉精的方法 所以接下来 我们应该在 像李燕秀委员讲的 从美国从总统选举到 他真正的 要不要成立TPP 要不要接受TPP 这个还有一段 很长的时间 我们为了确保国内的健康 我们应该用税好的方法 最先进的方法 来严格检验 国内现有的猪肉 跟进口的猪肉 是不是含有瘦肉精 这样才能确保 确保国人的健康 不然大家在担心瘦肉精 担心什么呢 瘦肉精有四几种 目前政府才检验七种 那我们都听到 有人在使用瘦肉精 那我们要确保 国内没有使用 进口的现有的猪肉 也没有用 那这样才能确保 国人的安全跟健康 接下来 我们更需要了解 在2011年 国民党竟然在做 怎么去使用瘦肉精的研究 我觉得这样是非常不好的 这样非常 国民党要2011年 委托在竹栏的养殖科学研究所 规划怎么去使用瘦肉精 怎么去使用 我觉得这是不好的研究 我们应该禁止使用瘦肉精 那我们应该拿出科学证据来 来确保国人的安全 我知道我们国人都很担心 健康 因为使用不好的食品 受到健康的危害 但是我们要走 我们是现代化的国家 我们不应该用喊的 我们应该拿出科学证据来 那像国民党这个提案里面 有一些看起来很奇怪的字眼 就不符合科学的原则 专业的原则 我们应该严格的来审查 提出一个比较好的法案 那让这个法案真正来维护 国人的健康 再代表我们台湾是一个进步的社会 一个进步的立法院 而不是提出一个 含有很多没有科学证据的东西 来让人家 让人家不尊重我们立法院的委员 那就非常可疑 接着请王玉民委员 王玉民委员不在 我们发言完毕 报告院会 现有党团分别对本案提议 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审查 国民党团提议本案竞负二毒 民进党党团提议本案交付经济 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 外交及国防三委员会审查 请问院会有意 有意义 有意义 没有意义 国民党团有没有意义 国民党团有没有意义 有齁 好 有意义 那我们就进行表决按零七分钟 并请一视同仁发表决卡 现在进行表决 对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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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感谢观看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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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 李坤哲委員是贊成 報告院會本市會議討論事項 軍理處理完畢 下午午時期處理臨時提案 現在休息 中文字幕提供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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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